特殊教育法施行细则 修正日期 民国101年11月26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条 本细则依特殊教育法 以下简称本法 第50条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本法第七条 第一项所称专责单位 指各级主管机关所设具有专责人员及预算 负责办理特殊教育业务之单位 本法第七条 第三项所称 休息特殊教育学分三学分以上 只休必由大学开设之特殊教育学分三学分以上 或参加由各级主管机关办理之特殊教育专业 研习54小时以上 第三条 各级主管机关 一本法第八条 每年定期办理特殊教育学生状况调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口通报后 应建立及运用各阶段特殊教育通报系统 并与卫生 设政主管机关所建立之通报系统互相协调妥善结合 各级主管机关一本法第八条规定出版之统计年报 应包括特殊教育学生与失资人数及比率 安置与经费状况及其他特殊教育通报之项目 第一项特殊教育通报系统之建制及运用 的委托或委办学校或机关 够办理 第四条 一本法第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 于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之特殊教育班 包括在幼儿 志 元 国民小学 国民中学及高级中等学校专为身心障碍或资付优异学生设置之特殊教育班 一本法第二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于高级中等以下各教育阶段设立之特殊教育学校 包括幼儿部 国民小学部 国民中学部 高级中学部及高级职业学校部专为身心障碍学生设置之学校 第五条 本法第十一条 第一项第一款锁定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指学生全部时间于特殊教育班接受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其经课程设计 部分学科领域的实施跨班教学 本法第十一条 第一项第二款锁定分散式资源班 指学生在普通班就读 部分时间接受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本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款锁定巡回辅导班 指学生在家庭、机构或学校 由巡回辅导教师提供部分时间之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本法第十一条第三项锁定特殊教育方案 必要时的采跨校方式办理 第六条 本法第十五条锁定特殊教育相关人员 包括各教育阶段学校普通班教师、行政人员 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员及助理人员 第七条 本法第十三条 第一项所称结合医疗相关资源 指各级主管机关应主动协调医疗机构 针对身心障碍学生提供有关附件、训练治疗、评量及教学辅导咨询 为推展本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身心障碍 为儿童早期疗愈 直辖市、县、市、政府应普社学前特殊教育设施 提供适当之相关服务 第八条 本法第十六条 锁定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应具备特殊教育之专业之能 只应修习第二条第二项锁定特殊教育学分三学分以上 第九条 本法第二十八条所称个别化教育计划 只运用团队合作方式 针对身心障碍学生个别特性所定定之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计划 其内容包括下列事项 一、学生能力现况、家庭状况及需求评估 二、学生所需特殊教育、相关服务及支持策略 三、学年与学期教育目标 达成学期教育目标之评量方式、日期及标准 四、据情绪与行为问题 学生所需之行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 五、学生之转嫌辅导及服务内容 前项第五款锁定转嫌辅导及服务 包括升学辅导、生活、就业、心理辅导、福利服务 及其他相关专业服务等项目 参与订定个别化教育计划之人员 应包括学校行政人员、特殊教育及相关教师、学生家长、必要时 的邀请相关专业人员及学生本人 第iel节衆业,本科 reading 学生 第一节衆业 学兩